在遥远的边疆 有一座安静祥和的城市 腾冲 在这里树立着一块石碑 碑文是民客的一则书信 明曰达田岛书 千余文字流露出一份热血正气 是谁给田岛写了这封怒火中烧的信 在当时 他又经历了什么呢 张问德 自从人 张问德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 在他的心中 绝不允许自己 屈言覆试 阿谀奉承 张问德一心为民 先后在腾州出任各种大小官职 凡是有关于民生之事 他都会义不容辞 60岁那年他告老还乡 准备在家安享晚年 让张问德没有想到的是 这平静的生活 也仅仅只有两年的时间 那一年 张问德62岁 我军部队远征失利 侵略者围追堵截 直逼腾冲 当时在城内是有战斗部队 可以反抗敌人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时的部队长官龙省武 在得知敌人直逼腾冲的时候 竟然拖家带口 连夜逃毁了昆明 当时的县长邱天培 竟然也直接丢下了腾冲 这时城内的百姓纷纷四散而逃 腾冲变成了一座空城 三天后 区区三百余名敌人士兵 一枪卫下 直接占领了这座城市 过了几天 龙云委任张问德为县长 德高望重的张问德 在各位百姓和诸位相身的见证下 他义无反顾地就任县长一职 由于腾冲已被敌人占领 张问德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 所以他随身携带国旗 表明与敌人是死拼搏的决心 之后的时间 张问德带领着乡亲们 恢复生产 抢收粮食 组织部队 训练民兵 使逃难的百姓感受到了生活的气息 侵略者为了围剿剩余的部队和张问德 在第二年首次扫荡腾冲地区 张问德于是带着百姓 艰难的翻越高离贡山 这也是八次越过这座山的第一次 百姓们在张问德的带领下 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反抗 敌人的长官田岛 想要彻底征服腾冲地区 于是他就派人给张问德写了一封信 表面上是想约他商谈 实则是要招降张问德 来而不枉非离也 张问德收集了敌人犯下的各种罪行 最后起笔文书 写下了那封浩然正气的达田岛书 这封书信被报纸送到了众人面前 信中导出了敌人的雷雷罪行 激发了同胞们奋力反抗的决心 这封信也让田岛恼羞成怒 准备集合重兵 对腾冲地区进行彻底扫荡 在扫荡期间 张问德带着百姓六度木匠 八月高离贡山 他就像钉子一样 牢牢地钉在了敌人的心脏之上 之后 我军部队终于打响了反击战 敌人节节败退 然而就是在这种穷途末路之际 敌人将所有的粮仓一并摧毁 张问德又是组织百姓 反山越岭 唯我军战士送去补给 最后唐州光复 张问德赤胆忠心 可对日月 多天之后 他挂职离去 留下的只有他伟岸的身影 请不吝点赞 计划